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节目 我是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 就是股市达人郑瑞宗 郑老师 Amy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 今天的台股大盘 是把昨天的又再补回来了吗 我想大家的心情起伏可能很大 昨天尾盘一度跌200多点 收盘是跌180几点 那今天又涨了160点140点回来 目前录音的时间12点50分 上涨大概140点左右 所以其实大概把昨天跌都已经涨回来了 今天再还给你这样 对啊 那一堆昨天拉回了 今天又涨上去 那为什么这么强 其实都是AI股 我们看就是说 比如说连广达这种股票 都可以涨停板 对 涨到132块 是 然后主机板的技嘉 今天也创新高 也是好强啊 对 然后3231的伟创 股价也大涨创新高 是 这还没创新高 但是大涨 然后我们手上的光东逊的4979的华新光 是直接亮灯涨停 对这个又亮灯锁涨停 而且又是新高 对 然后之前跟大家讲说 240几块就可以买了8996的高丽 今天也亮灯锁涨停 没错 那你以为它在涨什么 全部都还是AI题材吗 所以我就说 AI的题材 可能带来的是长达两三年以上的成长 对 股价不会在一个月就结束 或许短线有一些高点会震荡 但是我说 一年之后 半年之后回来 你发现可能很多股票 可能又涨了五成一倍以上 对 那我说台股呢 我认为不止万七要过 甚至18619点的历史新高 我认为都会突破 甚至两万点都可以来得到 那为什么这样讲 就像我说的刚刚广达技嘉 这一波都涨一倍上来 太强了 那原因是什么 因为有AI的新的题材 它带来一个新的动能 因为我说AI的这个供应链 基本上都是在传统的PC的供应链之上 获得了一个新的AI的一个需求 所以就成为一个新的新兴的产品 那过去PC产业其实过去十几年来就是那个样子 什么广达人保这些 赚的也没有太差 也不会太多 本一比大概就来个十倍左右 那现在不同的是 就是说当一个新的需求 新的题材加进来之后 大家认为 这会开始有全新的成长动能 那最先的 就是说比如说你的EPS不变 本一比可能就从十倍 先拉高到二十倍 所以股价就先一倍上去了 所以为什么广达技嘉这些股票 股价可以涨成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有新的story来了 所以本一比就先做调整 那如果后面AI的需求真的带动获利再成长呢 那你就是获利也成长 本一比又拉高 那股价当然就一涨再涨 所以常常好几倍的涨幅就是这样子来 所以我就说这个AI的题材 因为九成工业都在台湾 受惠的公司太多太多 尤其是又很多像这种什么电子舞歌 这些传统的龙头股 它权重本来就不小 然后现在又发行了很多ETF 那AI的ETF也不止一两档 所以这些ETF为了绩效也会买这些股票 所以你就看到买盘一直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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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又占权重 那加上台积电它又是最大的受惠股 只要它比如说未来也上了600 那台股要过高又有何困难 所以这一波AI带来的一个行情 对台股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我认为这个会是台股推升上去 去挑战恒生指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多 所以大家要非常重视这一块 因为不要说工作可能被AI取代 那你就会很悲情 但是如果说你看得懂AI的趋势 反而在投资的市场 帮自己赚到好几桶金 那你是可以财务自由起早退休的 所以一念之间 一念之差会差很多 所以怎么样利用AI这个趋势帮自己赚钱 我想是今年下半年 因为现在六月了快下半年了 我认为是投资人非常重要的课题 大家都要认真来做一个看待 好 那刚刚提到华星光 掌机码我76块4锁住了 再创新稿 我就说因为它主要就是 Marvel的主要的供应商 然后NVIDIA的这一次的AI的浪潮 外资分析师就说 Broadcom跟Marvel会是最主要的 全球的受惠股 那华星光又是Marvel的主要的供应商 所以就是跟着吃香喝辣 水涨船告 所以之前我就说 因为之前的缺料问题也改善了 所以5月你说 Maybe有机会回到新高的附近 就算没有穿新高可能也差不会太多 然后6月之后可能就是一路新高 然后到第三季Marvel就是开始大量的拉货 那都要升级到400G的这个仪态网路 所以这个新的订单会一直拉 就会带动营收跟毛利率向上 那如果说第三季的营收有机会成长一倍的话 所以你会发现就说 这股价涨是有道理的 因为其实它是预先在反映后面的营收的爆发力 那我估计今年大概赚个3块半到4块 我们就抓4块钱乐观点好了 重点在于法人大概普遍估计说 明年是大概6到7块 那我们假设抓个乐观点7块好了 那我就说嘛 现在这个投信投雇这些公司 都开始在出一些研究报告 尤其是AI的相关产业 那大家都会用明年的获利来推估 未来一年的目标价 其实很合理嘛 就想说现在6月嘛 那一年之后的目标价是不是明年6月 那你不可能用现在的获利去推估明年的目标价 一定是用明年的获利预估 推估明年目标价 对未来的 所以明年的获利会比今年乐观 而且重点是AI会带来一个本益比 大幅度调升的一个浪潮 所以假设用明年获利 然后都抓20倍的一个 我认为未来20倍会是一个平均的本益比 那如果明年赚7块20倍 哇2乘以70 那不就是未来可能有伤害100多块的空间吗 超过100块 那现在股价也才7字头 对 所以隐含未来可能还有一个翻倍的一个条件 所以呢我们买在46块9 到今天是赚了63% 真的是大赚耶 整个已经超过五成六成多了耶 那我们常常在讲说 一口气要赚一倍不容易 因为你要选得到你要抱得住 所以三个三成比较容易 现在就一口气就两个三成了嘛 一档股票就两个三成了 对 那假设我今天把它卖掉好了 当然我们没有卖 因为其实就是还没涨完嘛 是 假设我今天卖掉 100万已经变163万了嘛 我只要把163万再买下一档 我不要如果后面还有三成的话 其实就超过一倍了 对 所以一倍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困难 你要懂得用方法 是 那当然你要懂得去看准趋势 对 在买那个趋势中 条件非常好的精品股 嗯 那我来帮听众朋友提问一下好了 老师刚刚讲到说 他可能还有空间 而且刚刚甚至有 大概就是我们有稍微预估一下 他可能会破百嘛 那这样的话 现在投资人如果还没有进场 现在适合卡位吗老师 好 那我要先澄清 我们不能给目标价 我是说 从获利的推估 未来三位数字有这个条件 但是我们不能给你目标价 那你可以做参考就好 这是我的看法 对 那华星光当然就说 今天涨停板 我们已经赚六成了 对 我个人我们的会员 我也不会再去追 是 那我比较喜欢就是说 手上的就让他抱上去 往上飘嘛 那赚到多少 是一个满足点 到时候再来卖 不预设高点嘛 是 那比如说星通部分呢 这边 他相对来说股价就落后了20% 哦 有更好的选择了 不止 已经落后30%了 嗯 因为星通我们是买35.6 是 那今天 大概在4546左右 是赚了大概三成 是3025的星通 对 那华星光已经涨了六成了 对 那华星光下半年是要出Marvel 嗯 星通要出G1 是 这也是大单 第三季营收估计 也有机会翻倍 是 所以呢 光东讯都受惠AI 对 那 星通自己还有一个 这个军工的题材 嗯 那他也在高档横盘了 大概两个礼拜 是 所以呢 华星光不去追 嗯 星通反而相对落后 那或许没比下个礼拜 是 就换他轮动表现 嗯 所以就是说 哦 不要太过度最高啦 了解 那有时候就是说 会突如其来 出现一个拉回的时候呢 那个就会是你最好的买点 哦 好 那比如说昨天 我们那个COWOS的标股 313的红数 是 前天涨停嘛 对 昨天早上大涨超过5% 来到612 是 尾盘竟然一度亮灯跌停 跌停 对 那我也说 就是说其实赶张赶跌的 才是真正的标股 对 没错 他为什么会跌停板 其实没有任何的利空 嗯 台积电的股东会都告诉你说 他要扩产一倍 是 红数就是最主力的供应商 他受位层住是最大的 嗯 所以呢 他大标 是有原因的 是 那也因为短线 我们比如说我们上上礼拜五是买445 对 涨到615 哇 这已经160几块钱了 所以短线遇到震荡也就是单纯 就是因为他短线涨了比较多 是 但是拉回的过程 我就说像这种好股票 嗯 你去买涨停板或者买612块 创应高的时候呢 你就容易短线 就会遇到这种状况 对 因为他涨多了 对 就是难免还是会休息 但是反之如果说你趁着 不要说跌停 不一定每个人都买到跌停板 我说只要打到五十线附近你买 就可以低接了 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赚钱了 嗯 真的耶 那五十线的附近 大概就在530块附近左右 是 好 那今天早上最高就从522涨到544块 也涨了超过4%多 对 所以你发现就昨天如果买在五十线附近 嗯 五十线以下 其实你今天早上的高点 其实你很容易就赚钱了 对 那下礼拜如果说他又回去再回到上升轨道 又去挑战新高的话 嗯 那你买在昨天的低点 那你很容易抱得住嘛 因为你就是不容易遇到这种震荡嘛 是 很容易赚钱之后 有时候那个操作心里面 那个心理因素 心里那个坎 对 就是说我们在带着客户做操作 有时候要去照顾客户的那个心理层面的感受 嗯 有时候刚提涨去追高一点没有问题 对 但是比较高的股票 你要趁着他拉回买 你就容易一买就赚钱 嗯 那投资朋友心态是这样 人的心态就是我如果一买就赚钱 对 我后面就容易抱得住 嗯 但是Amy你想 如果说你今天买600 对 那收盘是收530块好了 嗯 如果后面三天之后给你涨回600 你会怎么做 卖掉啊 对嘛 因为吓死了嘛 对 对嘛 一买就套了 吓到没胆了嘛 赶快跑掉了 赶快跑 所以如果后面涨到800 900 1000 1200 都不干你的事 就不是我的了 你绝对抱不住 是 因为买的当天就受到了一个震撼教育 对 能解套都觉得 所以这种投资的心情要照顾 其实老师你真的很懂我们 所以我为什么都是一直在建议听众朋友说 有时候你在做这个投资的时候呢 你就是要跟着团队做 当你孤军奋战一个人的时候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啊 因为有时候就是说套牢的时候要互相取暖嘛 是 那你买的是对的 但是有时候心情上过不去 对 有人给你一个建议 给你靠 或者互相取暖 是 爆过去的后面就是 就好了 对那就是你的 海阔天空了 是 那操作的买卖 买卖点也要很重视 对 就是说在相对高的股票呢 买点就很重要 那当然低档刚发动的追高一下没有问题 还有还有跟对老师很重要 那当然 如果你也不懂趋势 你也不晓得台语店在讲什么 那是什么意思 他在报什么名牌 对 你也不晓得财报数字什么都不会 对 那你专心上班 我专心上班 你来找我 我来帮你 书业有专攻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分工 大家都会有最好的一个效益 是 所以这个就是经济学 是 好 所以呢 红素昨天趁着打下去买 我相信下礼拜应该不难赚钱了 是 因为明年就要扩一倍 然后呢618系的万论 昨天也是创新高96块 那今天稍微做拉回 这个都是创高的回档 这都是合理的一个小修正 但是趋势不变 因为台电就是要扩一倍 所以相关的设备股 未来都是一个成长的趋势 是 然后我也说AI的伺服器呢 要用到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散热的部分 对 8996的高力 今天就亮灯锁涨停 是 因为它的这个五月营收又再创新高 真的很厉害 4亿多 又成长又成长很多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趋势 然后AI伺服器呢 那要用到两倍到七倍的高级的PCB 高级的CC有铜箔基板 所以台药昨天前天是涨停 那昨天跟今天稍微做一个横盘的整理 昨天小跌今天小涨 那8358的金居也是铜箔基板 那这个尾盘拉上去已经涨了大概超过4% 来到63块6的波段的新高 是 包含台光电 投资朋友们去看就是说 那这三家公司台光电台药跟金居 投信都买一堆 昨天都是买一两千张以上 是 那我认为这个就是投信的标准配备 因为就是股本也不小 对 那成长题材就在那边 基础的获利也都不错 那现在又有一堆ETF 所以这ETF也都要买这类的标的 尤其AI的ETF 所以呢这股价它就是一路上去的过程 对 下半年AI会带来一个非常强的成长动能 本因比再往上台的话 那这一组我认为就是跟光东逊 跟COWS的这个设备股一样 后面就是一个轮动的架构 是 这个涨涨那个涨涨 那再来就换这个涨涨 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随时都会冲上去 好 然后最新布局AI股呢 还有2XXX 2XXX跟3XXX 然后一个二开头一个三开头 那二开头的部分呢 是偏IC设计的部分 那最近有很多新的接案 那相关的权力金 会在五月六月七月这边一路灌进来 所以其中也有AI相关的新的IC要的接案进来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档后面的标股 是 还有一个3XX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受惠台积电的先进制程 那都要采用他的产品 那台电会给他的订单在下半年会大爆震 因为台电自己业绩整个拉上来了 会给他很多新的订单 就好像红素一样 那另外大陆的商务部呢 也宣布要开始补助车市 车况会好了 好像昨天宣布的 所以这个也会带动汽车的销售 所以车用题材已经沉积一下一段时间了 因为之前都涨比如军工啊能源啊 车用的部分已经大概沉积了一个多月了 终于轮到他了 所以这边看起来又要上来了 所以这边也买了一个5XXX 是 所以总共有两个AI的标股 一个车用的标股 那这一档都是我认为都是随时要喷的超棒的标底 随时要喷了 那就是要代表赶快跟上来了 对 所以呢 这边不会再带大家去追华星光 那就是尽量就是说在一个轮动的架构里面 我们去寻找说业绩非常明确好 数字非常明确好 然后股价相对落后的 是 那就是说有领先股先带上去之后呢 相对落后的大家还没发现发觉的发现的 就轮动向上嘛 是 所以之前是光通讯先涨 然后COWS的这个设备股呢 又跟着涨嘛 对 那就一波轮一波嘛 那现在可能CCL这一组也开始上来了嘛 是 那中间还穿插就是散热股嘛 或者是伺服器的嘛 或者机壳的 比如说秦城啊 这个今天也是创新高 所以带给大家股票真的每一档都超强的 真的 那全部的共同特色就是说 他们都是AI题材 对 都是AI助攻的 对 所以想跟上这一波AI的行情 是 一来它非常重要 可以让大家赚很多钱 提早退休 那你要跟上我们现在推出的就是AI自胜班 是 那六月初推出的嘛 就AI自胜专案或者叫AI自胜班 是 我带着这个AI自胜班就是非常专注AI 买AI 赚AI 那这个AI自胜班现在就 这个邀请大家来加入 是 老师怎么加入呢 那你只要打电话来 是 说出通关密语 今天通关密语 改成4979 4979 就是华星光的代码 那就可以来加入我们的AI自胜班 是 那六月底前 都有早鸟优惠 哦 早鸟优惠就代表会有很优惠的折扣了 老师 那应该会让大家满意的 是 这个六月就要把握了 对 六月底之后就没有了 哦 六月底 打电话来说出通关密语 对 会有专人帮你光速办理 哈哈 为什么要光速办理 因为这股票涨太快了 真的 就要马上就跟上来了 对 你要赶快跟上 不然的话 这个有时候一错过就十几二十趴 真的很可惜 对 因为心态是这样子 你今天期账你没有买 你早上就不敢追 前后可能就差六成 对啊 你看像华星光 大家获利续报 有没有 那还没上车的也不能 不能上车了 不敢上车了 不过我们标股很多 不用担心 对啊 因为当初华星光 四七你不买 对 你五十你不敢追 现在就已经 七十头了 七十三了 对 所以这个差很多了 嗯 所以呢 会有专人帮你光速办理 而且今天办好 今天办好是 再多给你一个月的会期 哇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我们六月底前是早鸟优惠 有这代表说六月 这个月都有早鸟优惠 很优惠的折扣之外 今天要再加码 所有的飞碟听众朋友 办好就再加一个月的会期 对吗 老师 我这样整理是对的 没错 好康大放送 直接打来更有效率 打电话进来就对了 电话就在广告中 赶快打电话进来咨询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郑瑞宗郑老师 揭秘打拜拜 听众朋友 有AI助攻 你就可以一档 接着一档赚 想要跟上这波AI的大行情 现在赶快加入AI制胜班 六月底前 除了非常优惠的折扣之外 今天打电话进来 节目通关密语 4979 就可以再享有 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 独享的 加码一个月的会期给你 电话赶快拨打 02-2362-8000 02-2362-8000 坚持挑选 精品股的郑瑞宗郑老师 要带你大赚AI 而且是一档 接着一档赚 有收听股市党人的听众朋友 都可以来验证 党党都在赚涨停 而且我们的会员都在获利续报中 还没跟上来的 标股还很多 先打电话进来咨询 六月的早鸟优惠专案 今天只要加入的 就会有专人光速办理 马上就带你来上车 先赶紧坐上车 赚他这一段 早鸟优惠的折扣 务必来把握 而且今天拨打电话听众朋友 再加码送你一个月的会期 先打电话进来咨询再说 别忘了 节目通关密语 4979 电话请播 02-2362-8000 02-2362-8000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顾 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